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38年10月底之前 中国两大重要城市武汉与广州都已落入日军之手 中国几乎失去了所有沿海地区 并被迫将首都从武汉牵制重庆 但同一时间日本第十一军也发现 因为军队数量严重不足 他们无法再次对国军发动大型进攻 甚至快要无法控制原有的占领城市 武汉会战后 抗日战争陷入僵局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敬畏文某认为 与其发起新的军事战役 不如采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国的战事 他公开要求蒋中正下台 并鼓励中国一同加入大东亚共荣圈 想当然而 日本的提议对于蒋中正及其支持者 是无法接受的 但当时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 却接受了日本的邀约 由昆明逃逸至当时法蜀越南的城市河内 并准备至南京成立亲日的新国民政府 以取代现有的中华民国政府 日本陆军第十一军司令 刚春宁次 也企图说服四川川军和广西贵军 这两支部队向汪精卫政权倒戈 但贵军首领李中仁及川军首领杨森 都拒绝刚春的劝详 刚春明白想要支持汪精卫建立的政权 必须完全歼灭属于蒋中正的军队体系 而此时由陈陈将军担任司令 薛岳将军担任副司令的第九战区 就成为日军下一个重点进攻目标 湖南长沙是中华民国第九战区的总部 湖南向北与湖北省接壤 东连江西省西指贵州汉四川省 南方则通广州汉广西省 越汉铁路香干铁路香贵铁路与香前铁路交汇于此 使得长沙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 岗村考虑将占领长沙作为结束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步 但攻下长沙并不是岗村发起第一次长沙战役的唯一原因 因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就在长沙以西 因应两地相聚盛进 蒋中正向第九战区部署了20个军和47个师 组成7个集团军 这些部队中大多数是蒋中正的精锐中央军 而岗村希望借此战以消灭这些有生兵力 蒋中正明白在与日本旷日持久战争中 国军没有必要在单一一座城市做殊死抗战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 中华民国必须在盟军介入战争之前保持其势力 于是他命令第九战区司令官成成于靴越 将总部牵制衡阳 并让日军接管长沙 但是副司令靴越却建议蒋中正捍卫长沙 他甚至表示这场战争胜利后 功劳将归于蒋中正 但若战败 他愿意接受军法制裁 于是蒋中正改变了主意 全力支持守卫长沙 削越决定以天如战法 打败来袭的日本陆军第十一军 他将手中握有的47个师 分为32个师于前线 与15个师于后方作战 削越命令之32支前线部队 避免与日军直接交战 反而撤退到长沙市周围的山区内 唯有到日军从湘北岳阳到长沙的战线过长时 他们才会向日军的后方发动进攻 等到那时 国军通过全力发动突袭来 密封颅口歼灭日军 借着远超日军的人数优势 削越有自信能够完成这个天如作战 此时岳阳的第六师 是日军第十一军中最强大的师 他有两个步兵旅 第六骑兵团 第六野战炮兵团 第六工程兵团 和第六运输兵团组成 沿着广汉铁路 第六师与第十三师一同由岳阳向南进攻到长沙 同时铁路西侧的日军 第三师也向南移动 从湖北路角登陆 在跨越洞庭湖攻取银田 日军第十三师也在此刻 从湖北通城发动对麦式的攻击 刚春也在江西开设第二条战线 以打断长沙东侧的防线 驻扎于南昌的日军101师 和静安的日军106师向西移动 进攻高安和惠富 削越很清楚 国军无法抵抗日军强大的现代化军事武器 因此他动员了湖南平民 摧毁了所有主要公路及主要道路 透过摧毁这些现代化的公路 日军在战斗中将无法使用战车 也逐渐减缓了日本的后勤运输 为削越的战略执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同时削越下令将所有的食物都运到山区 以支援与日军抗战的国军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于9月14日的江西北部战线 当日军101师和106师向西发动进攻时 第九战区前线司令 罗卓英下令第19集团军保卫高安和惠富 在高安第32军和第49军包围并袭击了日军101师 第32军团为靖随军改组 而第49军是被日本关东军从满洲赶出的东北军逐线而成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 两个地方部队都高度中央化 他们奋力阻止日军101师穿越高安 避免他们通过广汉铁路进一步向西移动到主战场 同时日军106师被来自滇军的第58军和第560军所阻挠 第58军和第60军都遵守着血液的天儒战术 他们幼时日军第106师在通过恢复后兵分两路 向不同的方向前进 一队向西北移动到黄沙桥 另一部队向西南移动到甘坊 在黄沙桥日军遭到川军第72军和第78军组成的第30集团军攻击 而日军106师另一支向南移动的队伍在到达甘坊后 也遭到滇军攻击 同时只属于蒋中正的第74军团 从上高北移与来自云南的国军一起包围日军106师 在无法穿透江西北部战线的情况下 第101和第106师都无法提供日军歼灭长沙中央军所需的支援 从岳阳到长沙 在岳汉铁路东侧共有新墙河、密罗江、劳刀河、流河 与幕府山脉组成一个使血液能够执行战术的空间 刚称于9月18日命令日军第6和第13师从岳阳向南移动 但是他们还没越过新墙河就遭遇第15集团军猛烈抵抗 第15集团军坚定防守时两个日军师团的渡河时间推迟了5天 9月21日日军第33师从湖北通城向南方麦市发动进攻 而杨森的第27集团军立即从幕府山脉杀出袭击了日军第33师 第27集团军第20军成功切断了日军第33师的退路 以防止他们向北撤退 日军第33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继续向南进军平江 在与广湖铁路的第13师奈良支队联手之后 再一同进攻长沙 就像在江西北部进攻的106师一样 日军第13师奈良支队在前往平江的途中 不断遭到国军第52军和第37军的追击 与此同时国军第79军在嘉义突袭了日军第33师 当日军第13和第33师于9月30日在平江会合时 两支部队都精疲力尽 无法再继续向长沙进军 在越汉铁路以西的战场上 日军第3师在其余日军的支援下越过东庭湖 刚登陆银田的日军立即遭到国军第4军攻击 当第3师到达三姐桥时 再次被国军第70军伏击 第4军和第70军都对日军采用了突袭战术 他们袭击了日军之后就立刻撤退到山区 由于无法找到并歼灭这些游击军 日军第3师也停止了继续进攻长沙的行动 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向南推进 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渡过了密罗江 并占领了弗林铺与金井 于9月底到达了劳刀河北岸 但是刚春林刺觉得第6师的进军泰国顺利 有些可疑 很快的他发觉日军第6师已经走进了国军的包围 10月1日他向第3第6第13第33第101和第106师 发出了全面撤退命令 国军于10月5日得知了该命令 在削越的要求下国军进行全面反攻 所有日军于1939年10月10日返回了开战前的防区 而这天恰好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 自抗日战争以来 长沙成为国军成功捍卫的第一个重要城市 这不仅提高了国军的士气 也让日军第11军在未来两年内都没有再对长沙发动任何攻击 相反的日军更专注于清除中国北方的残存国军部队 或切断中华民国来自南方的支援 从1939年日本攻陷海南岛起 日军开始入侵法蜀越南 同时切断西方列强从南方给予中国的支援 1941年4月13日 日本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这阻止了莫斯科向蒋中正派遣军事装备和顾问 也将日本北部边境的苏联威胁解除 此时日本首相希望美国承认满洲国及汪精卫南京政府政权 日本认为将第九战区的中央军歼灭就可以说服美国 使蒋中正政府不再拥有中国的主权正当性 如果美国与日本携手迫使蒋中正屈服 那中国的战事将和平解决 日军第11军团新任指挥官阿南为己相信 只要将他全部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战线上 就可以在长沙歼灭蒋中正最精锐的部队 阿南命令日军第六师于9月7日发起 针对大云山的伯军第27集团军 及第4军和第58军的扫荡 第4军在大云山与日军缠斗了将近10天 利用这个机会 来自流阳的第26军 来自恒山的第10军 及来自休水与万载的第72军 74军一同前往长沙进行防御 同时第6和第4战区的第79军 和第2010军也被派往湖南以支援削月 9月16日在占领大云山后 日军第六师向南朝长沙移动 同时发兵的还有第4、第3和第40师 一共4个师团一同沿着广汉铁路前进 阿南相信他可以借此给予驻守长沙的国军 带来毁灭性的一击 但是第27集团军和第4军 没有直接面对日军的攻击 而是选择迂回进入山中躲藏 等到日军继续向南进攻时 第27集团军及第4军才再次攻击日军 在阳陵街及红原洞这两个地方 国军成功绊驻日军第3及第40师团前进的脚步 这种骚扰游击战术将日军渡过密罗江的时间 拖延至9月20日 当日军一跨越密罗江 他们再次遇到了国军第26、第10及第37军的阻拦 日军各师团夹着空军和火炮的优势 穿越驻扎于金井、芙林、三姐桥的国军防守 其中国军第10军的伤亡最为惨重 宣约在9月24日下令撤离长沙 第9战区的指挥中心就此转移至湘潭 26日日军第3师占领了长沙南部的诸州 而日军第4师开始渡过捞刀河 在第6师和闪兵的支援下 第4师与国军第74军交战 两天后长沙首次落入日军之手 但是阿南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庆祝成功占领长沙 来自第3、第5、第6战区的国军征援部队开始进攻日军 第11军在江西与湖北两地的防线 第6战区陈城将军的军队将进攻集中在第11军的关键后方城市宜昌 这迫使阿南于9月30日把部队撤回到新强河北部 薛岳将军借机发动反攻并重新占领长沙 但是薛岳还是因为失去长沙两天而受到蒋中正批评 也透露出国军之所以能够获胜 仅是因为日军人手不足 第3次长沙会战距离第2次长沙会战只有2个月的时间 但此时中华民国面对的国际形势与过去已截然不同 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并偷袭珍珠港与英属香港耿地 美国和英国都于12月8日对日宣战 而中华民国终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成员 当时进驻广州的第23军团开始向香港进攻时 蒋中正命令他最精锐的部队从第9战区前往支援英军 日军援赛33元认为此时进攻第9战区是最完美的选择 33元没有打算攻下长沙 而是希望在第9战区的进攻能阻止中国军队支援香港的战事 因此日军仅动员了三个师参加了第三次长沙战役 12月14日日军第34师从B西发动对五名的假袭击 以此扰乱削月的判断 10天后日军第6师和第40师再次越过新墙河 12月25日日军进攻的第二天香港就被日军第23军团占领 造成第三次长沙会战成为日军不必要发动的一场战役 但这一发展并不能阻止阿南歼灭第9战区国军的决心 日军第6和第40师在新墙河遭到第27集团军强大的抵抗 阿南被迫加派第三师参加战斗 在得知香港陷落后 薛月即刻将第74军和第4军撤回中央 薛月又命扬升让三支日本师长驱直入 直至长沙以东的刘洋河 国军第27集团军第99和第37军 从刘洋河撤退后 长沙似乎已成为一个没有防守的城市 就在日军开始对长沙进行最后进攻前 来自江西的国军第30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 到达长沙郊区 开始对包围长沙的日军第3和第60进行反包围 除了江西的援兵外 来自宁乡的第73军与第27集团军 第99军进攻了东部的日军阵地 同一时间 日军第6和第3师集中了全部的精力来占领长沙 1942年1月1日 日军第3师于东山 以三个方向发动对长沙的进攻 第10预备师在城市内 与日军第3师作战了4天 最终第10预备师在第14炮兵团的帮助下 击溃了日军第3师的进攻 驻扎在越路山的第14炮兵团 拥有两门德制FSH-18重流炮 榴弹炮炮击了南门外的日军第3师 和北门外的第6师 在长沙城外 第30、第19、第27集团军 开始对城市周围的两个日军师 进行最后进攻 此时阿南意识到他最精锐的两个师 正走进了血跃设置的陷阱 1月4日 阿南命令第40师协助第3师和第6师一同撤退 当日本部队向北渡过新墙河时 紧跟于其后的国军袭击了他们 由于两军阵地过于接近 日本空军无法给予地面提供有效的支援 最终在日军第9支旅团的协助下 这3个日本师才得以返回越洋 这次撤退日军显得匆忙异常 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在撤军之前找回同胞的遗体 虽然国军在装备及训练上处于劣势 但是能够三次守住长沙 对于国军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而这也曝露了日本在对美国和英国方面 开辟新战线的决定是个错误 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 日本帝国注定要在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 三方的战争中被齐败 与太平洋战争初期被日本占领香港 马来西亚 维克岛关岛和菲律宾等损失相比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无疑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认为 这是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一次重要的胜利 日本在长沙会战的战败 是因为日方仍然怀有以谈判方式统治中国的妄想 这也是为什么日军从未动员足够的军队来征服长沙的原因 1944年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发动了一号作战 50万兵力的日军去开辟了一条从满洲国至法蜀越南的路线 长沙也在此时不可避免的被日军第十一军占领 嗨 喜欢我们的频道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内容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可以支持我们 让我们在未来可以做出更多关于国军 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的主题的话 欢迎以捐赠和小额付款的方式在下面支持我们